平心涛前妻仍50年初出 接崇尧亲门踏户时内梦 崇尧口中的最爱就是89岁丈夫平心涛 平心涛去年因失智中风住院 崇尧为了一根笔尾管 刚上他与前妻生的三个子女 还出书回忆和老公的生活点滴 But 23日皇冠出版社宣布 出版平心涛前妻林万真姓术往事复光 揭露当年老公和崇尧外遇的十大内幕 时光拉回到63年前 林万真和平心涛结婚 原本一家人幸福美满 平心涛创办皇冠出版社 身为太太的她还是第一位员工掌管财务 林万真回忆平心涛第一次代谢 床外的崇尧来家里吃饭 当时她还热情招待 不料平心涛与崇尧越走越近 越走越近 这崇尧未方便写作海搬到台北 就住在平家对面 想不到老公开始每天下午两点下班 就去崇尧家串门子 甚至出国也会买一堆衣服送崇尧 最后崇尧还穿新衣服跑到家里来 问平心涛好不好看 但连平家帮佑都觉得奇怪 买新衣干嘛叫别人老公看啊 林万真甚至在电话分机里听到 崇尧边吃牛肉干边跟老公打情骂俏 也发现两人可能因为在家中吵架 留下了被柔烂的紫贝壳出风 而崇尧家中窗帘也换成老公最爱的搭红色 让她直觉不妙了 深夜等不到老公回家 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打给崇尧 崇尧见说 你来把她带回去啊 不过最让林万真心痛的是 她在五斗柜里发现崇尧写给老公的情书 以及1966年的一场车祸 记得崇尧阿姨曾说 因为平心涛被我提分手后 想开车自杀 最后是我趴在车上才阻止的 但林万真并不知道老公带崇尧去哪 平心涛回来还要她带崇尧去就诊 她强忍之路 最后来老公带着崇尧旅偶一个月 新婚一人的林万真 不得已离开掌管十年的皇冠 一度想从三重的桥上跳下 一了百了 但印象到三个子女才打住 最后终于在1979年结束21年婚姻 没多久平心涛和崇尧顺利成章结了婚 还送宾客一人一面金牌 消米反对声浪 而林万真也改嫁大12岁的医院主任 秘书王子平 对方晚年也得到失智症 但她不离不弃照顾到最后 认为反观崇尧只能跟平心涛同甘 不能共苦 我也没什么别的愿望 我最后能够好好 很幸福很健康的活下去 但儿子平云却在出去向平心涛说 父亲欠母亲一个真正的道歉 受访时更替母亲抱不平 四万多字的文稿 只写了母亲痛苦的十分之一啊 娱乐动新闻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